新輝醫藥集團連續六年辦理生物科技的研究營 而為了要培育優秀的生物科技人才 而經過嚴格了三選 總共錄取了36名 各大學院校還有各領域的學生 細科表示 之前參加了學員 目前有100多人加入生技製藥的產業 成果相當的豐碩 新輝醫藥集團生物科技營已經連續舉辦六年 這次吸引了400多位來自各大專院校的學生報名 才錄取了36位學員 主要來自醫學 藥學 生物科技 企業管理 經濟 制裁法律 食品科技等各領域的學生 在開業市上 新輝董事長李志文 特別出席勉勵參與的學員 期望透過生技界產學員的精英的授課 來帶給學員最好的啟發以及引導 這次的生意會 辦到現在都已經 有這個160個 連接一次都17840個 216位 216位 我說我們從來沒有祈求 也沒有 大家先約定說一定要來新衛上班 這是第一點 而且一開始的設計 就不是生技員大概都會醫藥行業 獨一的獨要的為先或為主 那一開始我們就設計 包括法律 包括管理 種種 各個行業都有 到現在為止有100位 因為都有在聯繫 有120位都在現在台灣的生技行業中在工作 那麼這代表什麼 新衛在做這樣的生技營的時候 我們沒有保留 新衛醫藥集團連續六年 拜米生物科技研修營成果卓越 過去的五屆生技營180名學員 已經有100多人加入了生技製藥產業 對台灣生物科技的發展貢獻心力 以及專業能力 一蘭新聞記者是市民採訪報導